近日美國有滅蟲專家發文分享 只接到委託去處理牆壁出現追蟲的問題 到場時發現其實是麵包蟲以橡紙為食 在牆上鑿開個洞 竟然發現裡面藏起估計達700磅的橡紙 足以裝滿8個大型垃圾袋 揭發真空原來是一群剁木料 專家猜測是前業主 將牆壁物料由木改成塑膠後 剁木料就作不穿 轉移經煙通 傳放即速 當地料類學家認為 剁木料傳統棲息地漸漸變成民居 他們一樣適應新變化